又新鮮又肥美的生蠔 光看就令人食指大动 可能民众都难以抗拒 不过台中有名男子吃生蠔 吃到全瘫 看看患者的脑部已经严重积水 当时吃了生蠔后无法呼吸 出现缺氧性脑修课昏迷 马上进行腰椎腹腔引流手术 但因为缺氧全身瘫痪 术后只剩下眼球可以转动 他的眼神是比较呆滞的 那经过我们治疗之后 他现在的眼神是比较灵活 可以转动而且可以稍微注视物体 病患今年33岁 几天前跟朋友聚餐吃生蠔 回家后出现发烧吞咽困难 松医确定感染海洋胡骏 因为胡骏迅速攻击器官 再加上他有糖尿病史和肝硬化 家属下坏了因为死亡率高达5成 肝硬化或是糖尿病 会造成免疫力下降疾病的问题 如果要生吃海鲜的时候 最好是能避免就避免 那海鲜最好是煮熟之后 那这样就可以避免含无菌的感染 幸好抢救之后救回隐蔽 不过男子全摊 只剩下眼球能动 想都没有想到 因为吃了生蠔 差点丢了隐蔽 即李孟章台中采访报道